深秋时节 大家可能已经穿上外套了 但你看我们广东依旧生批短袖 如此秋高气短季节 没有什么比去一场出游是更加惬意的 所以我决定今天去玩我们广州的后花园 海鸥岛来吹吹海风 看看海景 放松一下心情 调整一下我们的工作状态 当然这肯定需要一台好的座驾 所以我找来了一台沃沃 XC60 既然是沃沃 这台XC60搭载的E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Drive-E 2.0T发动机 不过改款之后 现在全系车型都用上了48V狠动系统 这台B5的车型 250马力 350牛米 开起来就是非常熟悉的感觉了 动力整体的输出 十分爽快和积极 就算是现在我们80公里以后的再加速能力 只要身材有门 动力储备都是很足的 高速超车给到驾驶者的信心是非常好的 爱信8AT的表现亦如既往 整体十分平顺 并且升降档的逻辑标定是比较听话的 它不算是那种异常激进的类型 跟这台发动机配合起来 依旧是那种不及不照的风格 开起来是相当的轻松的 48V狠动系统的加油 对于整台车的动力质感提升也是很明显的 首先是起停工作的优化 它的动静明显更小 停机的时间可以更长 从而达到省油的目的 其次这是在起步和急加速的时候 轻缓电机的辅助作用 也让整台车开起来更加的爽快 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悬架组合 XC60偏欧系的底盘调校 我还是蛮喜欢的 它并不像是那些注重极致输出的车型 那般油腻 反而时时刻刻都呈现出一种 非常韧性十足的感觉 并且它在面对路面上的一些大小颠簸时候 悬挂的滤震动作 都是很快的 相当干脆 还有就是XC60也是同期之中少见的 能够选装空气悬挂的车型 空前的版本整体的滤震会更加的柔和 最主要是它具备底盘升降功能 能够在走一些非铺装道路的时候 升高底盘 从而提升通过性 在辅助驾驶和安全装备上 XC60全系标配了City Safety 这套系统到底有多好用呢 我那个开V90的上司就表示过 这套系统已经帮它避免过很多次事故了 除此之外我们开高速也可以打开它的L2级的辅助驾驶功能 相比于其他品牌 握握这套系统整体的标定是很接近于人为操作的 它的车道保持功能除了能够居中保持之外 在面对很多大曲率弯道它能够能够顺利通过 并且它的加速和减速都是比较渐进的 乘客基本上不会感觉到是人在操作还是说车在操作 使用起来整体的舒适感是很好的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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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的朋友对于海欧岛应该就很熟悉了 作为我们广州的后花园 平时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 很多人在这里散步骑行或者是露营 而且这里也是珠江的右海口 它有很好看的美景 平时的时候过来看看落日 也是一件蛮惬意的事情 象征守护安全的雷神之锤 象征坚强刚毅的围巾之腹 我一直认为握握这套极简风格很有旅游的感觉 特别是放在这台XC60身上 它跟各种美景都很契合 完全没有违和感 作为一台豪华车 沃沃XC60展现豪华的方式跟别的车不太一样 简约的风格看起来十分干净和内敛 但它的做工用料水准完全符合我们对一台豪华车的需求 说几个细节点 这台豪华版车型态用上了一个水晶挡杆 它是来自于瑞典皇家水晶品牌欧瑞斯 不含铅整体的手感十分温润 使用起来是十分高级和舒服的 QuinSung清洁座舱也是沃沃一直在坚持的 首先是从内饰的选材上 它就选用了很多环保的材料 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异味 其次是它能够实时监测车内的空气质量 在车内空气受到污染时通过空调系统立即对空气进行过滤清洁 它几乎能够在一分钟内给座舱完成两次换器 有效过滤PM2.5 让车内的空气质量比起车外要清洁20倍以上 从而达到一种关上门就是北欧的效果 另外这张座椅也是由沃沃跟瑞典皇家医学院共同研发 符合人体工学 它跟整个身体比较贴合 支撑性很足 能够有效减缓长时间乘坐导致的腰酸背痛 当然XC60也可以选装大家新兴念念的 电堂级宝华尾键音响系统 听上去仿佛自身哥德堡音乐厅 正是这些或大或小的细节才让我们感受到 这才是一台豪华车该有的样子 当然改款之后的XC60也升级了车机系统 它新增了很多在线导航 酷狗音乐等等的一些功能 同时CarPlay也保留了下来 并且终于能够整屏覆盖 老车主对此真的直呼羡慕 不过在这两天的使用之中 我发现它这个高德导航十分好用 登录账号之后 手机地点可以直接分享到车机 并且整个导航界面跟手机显示基本上是一样的 也可以显示实时路况 重点是它能够投放到液晶仪表上 用起来是相当的顺手 整体的智能化交互体验比起老款的车机提升很大 我最近给XC60赋予了一句新的slogan 别赶路去赶着路 这就很契合我们这样的出行场景 连着转的工作让我们身心俱疲 偶尔的出行对于我们调整自身是有很大作用的 在前进的道路上 大家也别忘了偶尔停下来 去看一下生活的美景 当然此次出行的这台XC60也是台很好的座驾 它独特的加州化设计低调却不失质感和豪华感 以人为本的造车理念更是像这台XC60有着出色的驾程体验 与此同时它的机械数字 智能化车机体验以及丰富的安全装备 都充分展现出了它作为一台豪华车该有的品质 而且以沃沃对于安全的坚持 选择它的车主应该是个很爱家的人吧 感谢观看